由国座塞州会所从立的台湾塞州大学是提供中心学习为目标 在今年特别含中心大学学俗 收藏到分担万岐日的交互合部 而且今年都会修中江泽 也在家里市文化中心正式订阅 由国座塞州会台湾中会所基本的台湾塞州大学 每年都开办课程 让学院得到中心学习的目的 你今年都第一座江泽国座家里市文化中心正常 由中心台湾校长五字养教授 以拘定教育法典和人材背后为主题来演讲 因为我们私有平均年龄学习年龄都比较高 平均大概五十几岁 所以有适合他们的课程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分为武力学以LIONS来规划 总共20堂课 第二堂课里面包括生命力 领导力 还有我们故事力等等分为二十堂课 那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你这次塞亚会大学中意一日为师 中心学习委目的为塞亚会学院 搭着五大课程 包括到生命力 冲心力 教育力 教育力 灵德力定 课程是丰富得完 特别的是这次是和中心台学合作 提供云端远距的教学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全省是十五国区 十五国总裁他们非常支持 我们第一站是到嘉义 我们是丢安区 王总裁领军是第一站 第一站我们预算的学生 最少要超过三千位学生 三千位学生 所以我们都要尽力 尽力而尽力而尽力 十五国总裁都是非常满意的 全体私有都非常支持 这有意义的交水 这个应该要感谢我们蔡总会长 我们林教育长 他为我们整个台湾省所有的四万多个私有 着想 开了这个一个狮子大学 让大家能一日为师终身学习 课程刻到云端的系统 学院到望楼可以马上看到英港的理念 在台湾塞亚会台湾课程 报名是到九月十五位置 主计无限塞亚会会用 是欢迎社会人数和机关团体参加 报名资讯 请到台湾塞亚台湾浅茶讯 世新新闻 党开发抗药红家里七 蔡红伯德